1 2 3 4 2 2 3 4 浩哥 精神这么好还在做运动 对啊 我在运动健身 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呢 刚最近台股就像大怒神一样 急涨急跌 你都不会担心 不会啊 因为自从我听了熊哥的话之后 我现在可不是孤独的闪户 而是拥有健康心态的投资人 那真的很棒 琪琪我考你一下 你知道身为散户要遵守的两大原则是什么吗 不要追高杀低 也算 但其实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第一啊 你要跟随趋势 其次呢 你要遵守讯号 跟随趋势 对啊 就是要顺势而为 看大盘做个股 并且抓对主流 那遵守讯号呢 就是啊 根据个股 买进讯号进场 卖出讯号出场 遵守纪律 而且啊 我跟了一位拥有30年实际操盘经验的分析师 熊哥 他帮我把关啊 我就更不担心了啊 听你这么一说 我的心情突然就变好了 对啊 所以我们来听看看熊哥怎么说 抓住主流强势 选对标的才能轻松获利入带 台股几跌几涨心慌慌吗 影片中我会跟你说该怎么操作 欢迎收看熊哥看台股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大盘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烈 所以我们看这个礼拜呢 基本上呢都是延续的这个跌势一直往下面做一个下跌的动作 有三个跳动缺口 第一个跳动缺口 两个跳动缺口 上礼拜跟大家讲说三个跳动缺口 那照理说三个跳动缺口以后应该就要做个反弹 那确实有反弹 礼拜四 礼拜三有稍微做反弹 但是呢 美容股市不稳又往下跌了 所以目前来看这个地方已经有点出现恐慌性感底的一些现象 所以目前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目前在行情往下跌的过程里面呢 先暂时我们先不要设这个支撑点 我们要看说这个行情在往下跌的过程里面呢 它会伴随着恐慌性的心理 所以支撑那东西被跌破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的是压力 我们来看这个周线 周线呢 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讲 因为呢 之前在往上涨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呢 它这个周线呢 就只有一根黑棒 黑棒完以后 第二周就红棒上去了 这一根黑棒 红棒就上去了 包括像这里也是 有没有 一根黑棒 隔天就上去 这一根黑棒就上去了 所以这里是连续两根黑棒 所以我认为这个格局有点稍微改变 稍微改变了 所以这边变成第三根的黑棒 那第三根黑棒来讲的话呢 当然可能它会回撤到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呢 大概在两万一千点附近 到两万点附近 但是呢 我们先不要射支撑 我刚刚刚讲过 因为大盘在往下跌的情况下 会有伴随着恐慌性的心理 这种恐慌性心理会让市场上呢 不管三十七十一都乱卖股票 和乱倒股票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会造成超跌现象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 这个大盘什么时候直稳 大盘直稳呢 基本上要先看 这根黑棒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基本上就是21889 这个地方 也就是下个礼拜 大盘如果能够站回到21889 那表示这个大盘才有直稳的一个讯号 否则整个大盘还在属于下行的阶段 那么在下行的阶段里面 要注意到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呢 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档个股台积电 台积电的这个日线来讲 它已经回到了所谓的一个 季线的一个支撑点了 甚至来跌破季线 但是我跟你讲 季线大概在900块附近 900块附近呢 900块附近 以它今年EPS40块的角度来看 900块附近大概本一笔22倍 所以基本上22倍以下到20倍附近 应该是台积电这一波呢 可以来做一个逢低卡位的一个动作 那么也就是说900块钱一下 台积电应该不要再做杀低动作 应该来做一个分批的来做个逢低布局 那也就是说它可能会跌剩以后 它会反弹上去 但是台积电如果直稳的话 它不会说一直这样弹上去的 它顶多也是弹上去以后 它还会再下来 弹上去再下来 它可能会在这边盘整 所以这一波我认为大型股并不是主流 财是重心要在这个中小型的个股上面 那至于什么股票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新科 新科这档个股呢 其实它股价这个地方形成一个 三角形整理完后做个突破 三角形整理完后做个突破 突破上弓完后 因为盘部开始就做震荡 但是这两个股我认为波段来讲的话 波段我认为持续看好 因为它做这个散出型的面板级的封装 那散出型封装呢 基本上还不能说它取代了 COAS先进封装这一块 但是呢 我认为它会抢食到一部分 COAS先进封装的单子 因为COAS这一部分 它的产能其实基本上来讲 是供不应求的 产能还是不够 不够的情况要什么来补呢 要用散出型封装这一部分来补 它来一个产能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 也是黄仁勋 为什么会开始注意到这个族群 所以这个族群 未来来讲的话 我认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看起来呢 鑫柯呢 是所有的所谓的散出型封装的过程里面呢 它的基板是用铝合金的基板 因为大部分的散出型封装的基板 是玻璃基板 那玻璃基板有一个问题 就是容易碎裂 容易碎裂 如果说用铝合金的基板来讲的话呢 它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一家公司星科是唯一一家 用铝合金基板的 一个一家特殊的公司 所以我认为它的股价呢 一样 中长期我认为波段还是持续看 那另外再一档个股 我们再看 2070金站 你要留意到金站这家公司 因为这家公司其实呢 它这个地方已经先跳三根涨顶板上去 然后这边做个拉回 拉回又再创新高上去 它的股价呢是领先大环先创新高上去 那很明显的 当它突破了高点之后呢 表示呢 上档已经没有任何压力了 所以它筹码相对的稳定 相对的安定 那这一家公司做自动检测 光学检测 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呢 在整个呢 封装的过程里面 它可以挑选出一些小瑕疵 这个是人眼辨别不到的 所以这一部分的技术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家公司具有很大的利基点 所以它股价呢先攻上去 像这种个股来讲 下礼拜这根常务棒二分之一没有破的话 它还是会再度的往上面攻击 像这种个股票特别留意 它可能是大盘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它是领先的股票 这种领先的股票 未来最有机会 有可能会涨出一个所谓的波段的行情 股海茫茫起伏多 让你举棋不定吗 别怕 让熊哥带你一起看台股 听完熊哥的话 琪琪我们待会有空一起去运动吧 没问题 但在运动之前 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 也别忘了要开启小铃铛 想知道更多的投资资讯 可以加入熊哥的LINE AT ATOK17168 ATOK17168 也可以播打专线电话哦